10月24日,何游君在社交网上发长文,宣布了西梦瑶生子喜讯。 第二天,由港媒曝光了一份西梦瑶在香港某著名私立全科医院生子的费用清单,约花费50多万人民币。 50多万生一个孩子,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 但是对赌王何鸿燊家族来说,这点钱真是算不上什么。 特别在对比,同样是在该医院休养生息的何鸿燊这些年所花的钱。 这更是不足以为道。 据港媒估算,在该著名私立全科医院疗养的10年间,赌王何鸿燊的开销保守估算都要超过2亿港币。 何鸿燊目前所住的这个总统套间,24小时都有看护照顾何鸿燊,并有医生来寻防,力求保证何鸿燊的健康。 重要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救治何鸿燊。 米国娱乐整理报道。